以修行的态度一起种下一颗艺术的种子 美术馆的生日礼物特区 创馆至今15年 美术馆的经营成果与活动记录 我们的故事拼一座美术馆 是著名美术馆成立15周年来 特别测的展览 以拼这个字来带出这个展览的精神 那在这展览当中呢 我们除了呈现了15周年来的展览的成果 教育以及修复的成果之外呢 我们也呈现了朱老师 在整地时候建筑的草稿图 以及整地的照片等等 相信会让大家有更完整的参观经验 在这个展览当中 我们以同心协力作为展览的核心 那同心协力这个作品 是老师在1976年 国立历史博物馆首度呈现 这个作品是以一头水牛 那有农夫在后面 帮忙一同将沉重的树干 往上坡移动 那也可以看出台湾人努力打拼的精神 那也代表在创建这个美术馆 辛勤的成果 朱老师的人间系列是在太极系列之后 逐渐发展而成的 那人间系列作品当中就会包含各种各样的 关于人间百态的主题 那当中就有2005年发表的三军系列作品 那在这次展场当中各位就可以看见 三军系列当中的海军的军舰模型 朱明美术馆15岁了 这段路程辛苦是扎实的 血汗是滚烫的 只为果实能够累累实在 只为生命能够圆满 邀请大家再回来欣赏 支持这一座成长茁壮 结实累累的朱明美术馆 迈向下一个15年 法治新闻赖龙学友台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